迟春是个身体会说话的女人 她早为人妻 对男女之间的事情自然掌握得颇多 在昏黄的火光下 她稀嫩的大腿故意地晃动了一下 不知是有意摩擦我 还是想感受我 我赶紧向后靠了靠 迟春将我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 弯起嘴角不出声地笑了 那双温软如鱼的手 更加用力地夹住了我的脸颊 将我拽到她的鼻尖处 轻轻地蹭了蹭 轻拎的姿势保持力会儿 迟春忽然在我的额头上 使劲地问了一下 迟春是想告诉我 她的伤口还没有好 还不能给予我 之所以没有亲我的嘴巴 或者咬我的嘴唇 是怕刺激得我难受 婴儿睡得很甜蜜 一双薄嫩的眼皮 微微上翘的小嘴 傻是可爱 我用拇指轻轻地摸杀了一下 小不点的额头 她感觉到了羊 伸出又小的舌头 舔了舔嘴唇 继续睡了 忽然我的右脸又被尺唇亲了一口 力度不轻也不重 痴唇娇嫩嫩的双唇 粘贴在我脸上的瞬间 一种温馨的感觉涌上了我的心头 痴唇千万扭过脸 望着她动人的双眼 脸红的低下了头 我腰部发力准备第二次抱起她 由于生怕自己僵硬的身体 蹭上她的肌肤 所以抱起她的时候有些吃力 痴唇见我这样抱她 笑得更是害羞了 主动地嵌了嵌身子扑入我的臂弯 当粉嫩的双臂用力地缠住我的脖子 尺唇把额头贴紧我的右脸颊 抱着尺唇风鱼的身体 我又回到西边那块岩石的边上 我轻轻地放下了她 使她平躺着 然后拽过她两条白细婀娜的腿 慢慢地泡进溪水 为她搓洗起来 尺唇的肉皮很娇嫩 为她搓洗的双手只要稍稍用力 她就抽搐一下 也不知道是疼 是痒 还是故意逗我 过了好一会儿 尺唇松开了搓洗秀发的手 反身一把将我搂住了 就这样 我赤裸着抱着尺唇 尺唇也赤裸着被我抱住 站在月光下 这座无人知晓的岛上 黑夜是唯一看到我们 彼此搂抱着的黑色的眼睛 四周静悄悄的 只有潺潺的溪水 和灌木丛中鸣叫的小虫 没有睡 尺唇天天坐在洞里休养 到了晚上并不急于睡眠 我本来疲倦不堪 想早些睡了 可是却被尺唇 动人的妩媚和充满诱惑的躯体 吸引得思绪激荡 脚洁的月光下 赤唇一双寒情如水的眼眸 一颗也不放松地盯着我 突然他牵起了身子 高高地举起两只胳膊 一副急需我靠近抱他的样子 我以为他是要回山洞 不料他就猛地勾住了我的脖子 将我往他柔软的身体上压 赤唇温语般的手臂 牢牢地缠进我的后背 要将男性身体里的爱欲 灌输进那成熟女性的胸膛 忽然我的后背 一阵剧烈的疼痛 赤唇的手指 触到我一道较深的伤口 我蒙得抽出了一下 赤唇急忙收回了那只手 捧住了我的脸 用紧张不安的双眸 关切地注视着我 疼痛过去了 我恢复了脸上的表情 他要我转过身 给我看我的后背 洁白的月光下 尺寸看清了我伤痕累累的脊背 他忽然抱住了我的腰 把脸贴在了上面 我感觉到他躺出了热泪 泪水正顺着我的后背 一路滑落 而后 用那只温热泪的舌头 舔着我伤口的周围 不知过了我伤口的脑袜 不知过了多久 那只温热泪 这是他上岛以来的第一次痛苦 就像我刚才那样 他的眼泪里 有为我难过的部分 也有为自己难过的成分 痴春 一定很想念孩子的父亲 很想念家人 我望着夜空的明月 想想着 站在小阵阁楼上看他 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是否看到的是同一个月亮呢 我坐了起来 将尺寸 拦在了我的怀里 紧紧地抱住他的头 下巴在他柔软的头发上 抹杀着 是啊 无论是身体 或者是心灵 尺寸 都是个受伤的女人 此刻 最需要男人的帮助和爱护 男人保护女人 是同类间的义务 就像今天 细构里的两只大鳄 帮助巨鳄 死咬巨凶 那也是出于同类 相互保护的本能 即使他们最终死掉了 彼此的灵魂 也能在去往天国的路上 相互安慰 我必须去争取充足的食物 让大家活下去 给他们尽可能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 而不是天色一黑 就将他们赶尽动力 用保护生命为理由 使他们丧失 在夜空下息息 和享受夜生活的自由 而且 我不想轻易地释放 男性的体能 这样会削弱地斗智的 在良好的防御工事 没有建成以前 我绝不能掉以轻心 真要失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就辜负了活着 和去世的 心爱的女人 让我的人生 重现 过去的灰暗 夜里的空气 有点凉了 我帮着迟春 穿好了羊皮砍尖 把它抱回了山洞 放在那张橡皮筏上 卫室温度高一点 大家睡着舒服 我又往火堆上填了些柴 罗牙今晚 没要我抱着睡 一定是一辆 对他说了什么 他才乖乖地 躺在熊皮上 躁躁地睡了 期待着明天和我一起 出去搬运食物 来到他俩的跟前 轻轻地挤下身 一挨到柔软的熊皮 我才感觉疲惫不堪 合上眼睛 很快 便坠入了水面 洞口的木门 被大石头和麻藤 弄得很牢固 也不用再担心巨熊的威胁 大家为了消化着鲜美的恶肉 如果明天再把那张胸皮取回来 就可能再铺出一块睡觉的地方 三个人拥挤的问题也解决了 卢雅和一辆起得很早 当一个毛茸茸的狗尾巴草 骚得我脖子和脸发痒的时候 我才迷迷糊糊地闻到了烤鹅肉的香味 一睁开眼睛 一睁开眼睛就看到卢雅 看看天上的太阳 发现自己骑完了 我很担心 锡沟里的瘦肉 被其他的野兽吃掉 吃早餐的时候 我拒绝得很快 一边吃一边说 一两盒卢雅吃饱后 把冻前 卷养尊余的池探 重新抹起实力 我们必须 继续储备鲜货的食物 我要去看些小树 制造大中小三个木拉鞘 咱们一起 去装回锡沟里的鲜肉 卢雅晶晶有味地嚼着烤肉片 摇晃着那根狗尾巴草 呛着说 不 我的木拉鞘 要和一辆的一样大 一辆笑了一声 你能拉得动吗 食物很重的 能 重少点呗 但小嘴高高地翘了一下 我和一辆都笑了 太阳已经挂在半空 按照上次的方法 我踹到了很多的树木 这回需要的木材数量不多 并没有耽误太多的时间 等我把用来运输瘦肉的 三个粗质的木拉鞘做好 一辆和卢雅也把坑坛骂完了 小瀑布下面又恢复了被野雄破坏前的形状 我告诉他俩要抓紧时间 别等我们拖上木拉鞘 赶到西沟的时候 下面只剩下了一堆瘦骨了 那就白忙一场了 这次带卢雅上路 是想多扳回些食物 为了生存 让他跟着毛点闲 也是万不得已 他拖着那个适合他体力承受的小木拉鞘 走在一梁的前面 我则拉着最大的木拉鞘 走在卢雅的前面 这片树林 一梁和我已经走过了两次了 当我用木杆挑开挡路的毒蛇的时候 只有卢雅表现得紧张不安 在树林中 行进的队形 是我特意规定的 一梁握着一把手枪 在有野兽袭击的时候 能在关键时刻射击自保 毒蛙的年龄最小 胆子也最小 让他夹在中间跟着走 已有危险 可以及时地保护他 密林枪还挂在我的背上 我们离开山洞的时候 我留给赤春两把手枪 又把洞门压得奄奄实实的 以防万一 我告诉卢雅和一梁 调整好心态 估计那些瘦肉要搬运两次 争取天黑之前搬完 他俩都坚定地点了点头 跟着我小跑前进 一路上 大家都尽量保持着沉默 把响洞捡到最小 每当身旁惊奇飞鸟 或者窜出颜色花哨 形状怪异的小兽 卢雅的爬得要命 赶紧抓住我的裤腰 藏在身后 也许有了卢雅 这个年龄最小的女孩 一两呢 比以往坚强了许多 我们继续在树林中穿行 这一路上 我不断地侦查着死中 实时地查看着一两的后面 带着两个女孩出来 一旦发生危险 损失会非常严重的 所以一进入树林 我就把警惕性提高到 作战的状态了 一两和卢雅 在我的身后跑得满头大汗 两张翘脸泛着红韵 上衣和裤子已经湿透了 我同样挥汗如雨 赤裸的脊背湿淋淋的 水珠一道道地滑下来 分不清是矮树枝叶上的露水 还是自身的汗热 我把准备用来捆绑瘦肉的麻藤解开 传练起三个木拉桥 让自己坐车头 成为动力的主要输出 这样一来 卢雅和一两就能够轻松一些 但是当遇到大的危险 我们就得同时丢下三个木拉桥 保命损资 也是没有办法的 渐渐的 能听到前方潺潺的溪水声 我们加快了奔跑的脚步 希望早点冲出树林 进入火亮的溪边 眼看就要接近树林的边缘了 我在急泡中突然喊 停 同时 手中的水辣桥立刻丢在了地上 我生怕绊倒身后的卢雅 但是急停 还是让卢雅失去了平衡 他脑门撞在我的后背上 差点摔倒 一双大眼睛 慌乱的向四周张望着 一辆裂起了一下 脸帮蹲下了身子 也没有说话 他知道 我突然喊话 就是察觉到了危险 我怕凶 楼雅说着 西长的胳膊 搂进了我的腰 我立刻示意他俩 不要出声 全部蹲覆在地上 此时 我浑身的寒毛 都直立起来了 尤其是我的小腿 像炸起了刺 尾也在反腾 像吐 以前 在丛林作战的时候 我曾经被蟒蛇咬过 当时 我们小组正披着伪装 在执行狙击任务 一个经过特训的英国狙击手 潜入了领地 其他五个队员 都被他在极短的时间内 远程射杀 最后只剩下 我和他的对决了 我俩都想射死对方 使自己活下来 在茂密的丛林里 我和他相隔大约有一百米 平行着 同时向前急速地奔跑 英国狙击手 没越过一根横木 或者是盘曲的大树根时 就会在半空中 甩手射击 把子弹射向我 我第一次见到 这么优秀的狙击手 居然能在止空的瞬间 让视线透过狙击镜孔 瞄准射击 真是极度恐怖的战场幽灵 激速飞跑的过程中 他射出了两颗子弹 第一颗擦破了我的后颈 第二颗擦上我的下巴 我无法像他那样 换一颜色 激跑中 我不断地变换着速度 防止被他估算出焦点 而丧命 躲过两枪之后 我提高了奔跑的速度 同时拔出了手枪 不断地向他点射 破坏他射击的手感 如果这个恐怖的家伙 再射出第三枪 肯定能够击中我的脑袋 或者是脖子的 对于同样是狙击手的敌人 跑不是为了逃命 而是为了寻找杀死对手的机会 再厉害的狙击手 不走运的时候 也有丧命的可能 他没有看出 前面横着一条 铺满了墨绿扶屏的水沟 如果我不熟悉周围的环境 会和他一样掉进里面的 这兵英国狙击手 一定是晚上 偷偷空降下来不久 殊不知 这一带的生态和地形中 最起生的 就属这条水沟了 隐藏的水沟更像是一条坑道 那密厚的浮瓶 仿佛水缸上面 浮着的一层浮皮 贪吃的老鼠一旦跳上去 就会活活地困死在里面 在对手扑通一声落水的刹那 我蹭地跳起来 窜上了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 急速地躲在一束 浓密的枝叶的后面 不等喘息第二口气 就拽下背上的狙击步枪 对准他落水的物质 摆好了狙击的姿势 只要他一游动 我立刻射击他的头部 然而 这是一个极富作战经验和阴险的高手 送他陷入水中之后 就迟迟没了动静 水沟虽然很深 却不至于将他淹死 我想他一定是伪装在某处 在寻找着射杀窝的机会 我在树上隐藏 他在水下伪装 这个时候 想杀死彼此都是困难的 可是又简单 只要我在树上动一下 或者他在水里动一下 都会在顷刻间丧命的 所以 在杀死对手之前 谁都不敢弄出半点动静 耐心就是生命 谁都没有料到 一连两个夜晚 天上都挂着一轮 低矮的大黄月 小灯笼似的 不会好意地招摇着 对之厮杀的我俩 这种明亮度 足够任何一方 射出第一枪 是对手死亡的概率 最高了 僵持到了第三天的早上 阳光非常的刺眼 我从高处射击 有了些优势 但我的眼睛熬肿了 疼得厉害 身上多处 被蚊虫严重的叮咬 为了活命 我只能支付着这种代价 即可 使我的大脑 以真正的晕圈 只要我把眼睛闭上 我很快就会昏压过去的 在从高处坠落的当空 身体就会被子弹打穿 我是没有机会 感觉到 中摔得疼痛的 水中的那个狙击手 一动不动的被浸泡了三天 沟水里的生物 也会钻过去咬它 同样好受不到那儿 这个时刻 双方都忍受到了 想握手言和的地步 但那是不可能的 这种局面 注定了两种司法 要么被对方射死 要么好死 我用睁得冲血的眼睛 从狙击镜中 窥探着那片水面 始终无法看出异常 这是一只蜻蜓 落在了一节细小的 水草的顶端 它一会儿落上去 一会儿飞起来 在这根植物上 反复了几次 可是我不以为然 可忽然我想到了 一种可能 水下伪装的狙击手 肯定需要吸管喘气 那个绿色的水草 一定是用它来呼吸的 所以蜻蜓被吹得起来 落下折腾个没完 我在仔细地观察 那根水草 发现它出奇地吹直 也不像旁边的水草那样 随着底下的暗流 一起晃动 摇摆 我的身体缠在树上 已经透支到了极限了 只有和它 赌上一把生死了 放下来 这根水草 休息 也不像旁边的风景 这根水草